您好,今天为您解读的书是《完美母女关系的秘密》 这本书的中文版大约有十万字 我会用大约二十六分钟的时间为您讲解书中的精髓 《完美母女关系的秘密》是 女儿要学会自立,妈妈要懂得放手 从小到大,母亲的唠叨总是无处不在 上学的时候母亲说 看看邻居家的小孩,学习好又懂事 再看看你,不好好学习 对得起爸妈含辛茹苦供你上学吗 工作了母亲又说 怎么工作的那么辛苦啊 十天半个月也不回来一次 不如找个离家近点的吧 到了试婚的年龄 母亲可能又会唠叨着 人家谁谁谁跟你一般年纪大 如今孩子都会打酱油了 可你怎么连个对象都没有呢 而女儿虽然也知道母亲是在关心自己 却还忍不住烦躁的顶嘴 哎呀,妈,你就别管了 结果母亲一听更来气 我不管你,你能长这么大吗 于是呢,一场母女间的大战就这样爆发了 那听到这儿,作为女儿的您 是不是觉得对话很耳熟呢 我们在人生道路上 母亲一直扮演着一个很重要的角色 小时候母亲是神一样的存在 她说的话相当于是圣旨 我们很少会质疑对错 她总是对我们说 如果你不听妈妈的话 你就会怎样怎样 但完美母女关系的秘密这本书 却告诉我们 母亲的诅咒其实是一个把戏 她利用了您的罪恶感和恐惧心理 但是这个把戏啊,并不具备左右您未来的能力 很多人翻开这本书以后都觉得相见恨晚 说如果我们早点遇到这本书就好了 就不至于跟妈妈把关系闹僵了 如果我能早点参透妈妈爱的诅咒 或许我和妈妈都要比现在过得更幸福 本书的作者呢,是两位日本作家 他们是全球职业规划师 其中一位作者的名字叫吴百田达成 毕业于东京大学教养系 作为日本第一了解女性的男性 她上过很多电视节目 还为女性开设了一间人生商谈咖啡馆 另外一位作者呢,是英厂江丽子 她就职过三月股份有限公司 亚买加驻日大使馆和澳大利亚驻日大使馆 现致力于为年轻人的就职 提供一些援助性工作 好了,介绍完这本书的基本情况和作者概况呢 那么下面我就来为您详细讲述书中的内容 第一个重点是 母亲的诅咒 不听妈妈的话 你就不能得到幸福的爱情 第二个重点是 妈妈的干涉 与其辛苦的工作 不如早点回家 结婚生子 第三个重点是 将母亲解雇 让自己变得独立 让母亲重获自由 好,我们先来看一看第一个重点内容 母亲的诅咒 不听妈妈的话 你就不能得到幸福的爱情 在搜狐上 有位绝望的妈妈向情感专家咨询 她的女儿已经三年没回过家了 电话不接 短信不回 就因为自己干涉了女儿的感情生活 女儿就恼火的断了与她的联系 据这位妈妈讲 女儿第一次恋爱的时候 她由于爱女心切 总是过度监视女儿的一举一动 后来呢,女儿又换了一个恋爱对象 结果呢,她还是觉得不满意 于是呢,母女之间爆发了次激烈的争吵 只是这一次女儿选择了离开 叙述到最后 这位妈妈无比心酸的说 三年了,她不见我 也不回家 我错过了她成长中最美好的时光 她也错过了我正在老去的年华 故事听到这儿 您是不是也觉得蛮唏嘘的 虽说女儿的做法固然有些极端 但这位母亲的行为也太没分寸了 如果母亲在女儿恋爱的时候 能够适当地跟她讲一讲自己的经验之谈 相信呢,也不至于把女儿逼到这一步 母亲过度地干预女儿的一举一动 会让女儿觉得自己被人操控了 失去了恋爱的自由 在这种羞愤的情况下 她就有可能做出不明智的行为 离家出走和别的男人私奔 而这样做的后果呢 不仅加深了母女之间的裂痕 也把自己的幸福全部都压给了爱情 如果幸福还好 如果不幸 就是母亲和女儿共同的悲哀 作者认为这样的母亲呢 是把孩子当成了自己的所有物 一旦女儿没有照自己说的做 她就会唠叨个没完 比如我都是为了你好 你怎么能这样伤妈妈的心 当然 母亲的初衷的确是为了女儿好 但她的唠叨却像巫婆的咒语一样 会让女儿变得失落 焦躁 没有信心 导致女儿以后遇到问题的时候呢 容易依赖他人的想法 而不尝试着自己解决 书里有一个例子 女儿带恋爱对象回家 母亲看了以后不太满意 悄悄地劝女儿 她哪里好了 职位低 人看上去也不稳重 你就图她对你好吗 于是回头女儿再跟男朋友在一起的时候 脑海里就忍不住回放母亲的话 她哪里好了 职位低 人看上去也不稳重 结果呀 越看男朋友越不顺眼 没过几天就分手了 您看 只因为母亲不喜欢 女儿就对自己的爱情产生了动摇 可见母亲说话的分量有多重 而眼下母亲虽然高兴了 但假若女儿将来感情不顺利 就有可能怨恨母亲 如果不是你当初劝我分手 说不定我会过得比现在好 这样一来 母亲岂不是落了个里外不是人吗 原本只是希望女儿能够找到一个好人家 过得幸福 却没想到女儿非但不幸福 还反过来怪自己了 作者认为 没有主见的女儿 是因为从小被灌输了母亲的价值观 才让自己在面临选择的时候 没有什么信心和想法 相信您也有过类似的经历 因为剩饭母亲教育您 妈妈小时候连饭都吃不饱 你怎么能这么不惜福呢 于是当您以后再吃饭的时候 即使吃不了 也可能会勉强自己吃下去 尽量不浪费 同样的 当女儿以后再选择男朋友的时候 她也会忍不住的想 不知道妈妈喜不喜欢 但在这个自由恋爱的年代 如果您还按照妈妈的标准去考察对象 那这恋爱谈的还有什么意思呢 如果只因为妈妈满意 您就跟不爱的人结婚 结婚以后如果后悔了 那么这酸楚滋味也只有自己能体会 另外 母亲爱唠叨的负面影响还不止这一面 我们都听说过这样一个笑话 女儿要富养 否则大了以后 随便哪个小伙子给根棒棒糖 她就跟人家跑了 不过笑归笑 道理呢 却一点没错 家里有车有房的女孩 会稀罕背房贷的穷屌丝吗 当然 举这个例子也是为了让您明白 如果母亲总是打击女儿的自信 会让女儿觉得自己一无是处 由此遇到的渣男的概率会大大的增加 比如母亲总是跟女儿唠叨 你看你 饭也不会做 家务也不管 以后哪还嫁得出去呢 于是女儿听多了 慢慢也会变得消沉 觉得自己哪里都不好 等遇到某个男人夸他挺好的时候 他可能会沾沾自喜 依赖上对方 如果对方为人正直还好 如果对方是个渣男 那他后半生的幸福都会被毁掉 以上说的这些呢 也不是让女儿跟母亲对着干 而是要您明白 你也该有自己的恋爱选择权 毕竟以后跟对方过日子的是您 而不是您的母亲 如果您有明确的主见 就是认定了一个男人 那么即便母亲不愿意 一般也会选择尊重您 毕竟只要您幸福 就是他最大的幸福 那听到这儿相信您也已经觉悟了 想要获得爱情的幸福 就得从母亲唠叨式的诅咒中脱离出来 问题是应该怎么做 才能既不受母亲的干涉 又能和她维持亲密的关系呢 作者呀给我们提了几点建议 像对待朋友一样对待母亲 跟母亲相处的时候 即便她说的话不中听 我们也不会气急败坏的跟她翻脸 比如朋友嘲笑您这么大了还没对象 您会怎么应对呢 相信哪 任何一个有智商的人都不会立马甩脸说 我就是没对象 怎么了 关你屁事啊 相反呢 您会表现出一副毫不在意的样子 哎呀 一切随缘了 所以当母亲下次再催您找对象的时候 您也可以用对待朋友的态度应付她 您就别担心了 我已经在努力找了 看您和爸爸一天到晚恩爱的样子 真的好羡慕 另外呢 您也可以像对待上司一样和母亲相处 跟上司工作的时候 我们总是表现的既谨慎又理性 即便她说错了什么 我们也不敢反驳 连平常打招呼 也都是一副满脸堆笑的样子 所以作者建议您不妨也把这种相处模式 应用到您与母亲的关系里 如果您能忍受母亲的唠叨 说不定还能从她的唠叨里得到些人生的智慧 毕竟母亲的唠叨都是真心为你好 而且随着你以后结婚生子 跟母亲在一起的时间也会越来越短 作者说成熟女性能给母亲最好的包容 就是能一笑了之的跟自己说一句 哎 真拿她没办法 所以即便母亲说的话您不认同 也没必要跟她争个是非对错 您就像对待领导一样 在表面上附和她 讨她欢心 至于私下仍旧按照自己的意愿来 也不是为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 还有 如果您愿意 就向母亲倾诉自己的心声 有句歌词叫女人的心思 你别猜猜来猜去也猜不明白 的确 有时候女人因为一件事气得都要跳脚了 男人却还搞不懂到底是为什么 而让我们旁观者评评理 你有话直说不就好了吗 其实不只是对男朋友 对待自己的母亲也一样 对他有什么不满了 您就直接说出来 比如我现在心情比较烦闷 您可不可以先不要说了 那有人会问了 当妈的还不了解自己的女儿吗 但如果您这样想 对母亲就有点苛刻了 因为即便是母女 也不总是心灵相通的 何况母亲也只是位普通女性 又不是你肚子里的蛔虫 你不说 她哪里知道你内心深处到底在想什么呢 所以啊 这才需要您跟母亲去沟通 避免跟她产生矛盾 好了 上面为您讲述的呢 就是第一个重点内容 母亲的诅咒 不听妈妈的话 你就不能得到幸福的爱情 说完这个呢 咱们接下来说第二个要点 母亲的干涉 与其辛苦的工作 不如早点回家 结婚生子 首先呢 我们来说一说第一点 母亲不了解现在的社会形势 干嘛非要去北上广啊 女孩子 回家考个公务员 不挺好的吗 不知道您的母亲 有没有对您唠叨过类似的话呢 的确 北上广压力大 物价高 有时候还要跟房东们斗志斗勇 可即便是这样 也有很多人依然不愿意回到家乡 大城市虽然苦 还是有很多发展的可能 而一旦回去 自己一辈子也就那样了 可惜啊 有的女孩被唠叨的多了 渐渐也就妥协了 最后在母亲的催促下 开始选择回家相亲 做着一份不痛不痒的工作 就这样平淡无味的打发着自己的一生 问题是母亲根本不了解现在的社会形势 她是以他们那个年代的标准来审视您的一切的 在母亲那个年代 女孩们一般会留在家乡 找一份轻松稳定的工作 等到了结了婚以后 就安心的待在家里相夫教子 但现在的社会 女性的思想和处境早已不同往日了 很多女性追求自身的独立和梦想 而不是单纯的依赖丈夫赚钱养家 不过母亲也可能只是心疼女儿工作累 这份爱女之心我们都能够理解 但工作也不是您想换就能换的 如果女儿跳槽后找不到好工作怎么办呢 现在的就业压力这么大 男女加班早已经是家常便饭 看看现在的工作形势 难道上司会因为您是个女人 就体谅您的辛苦 宽容您的失误吗 不会 甚至有些用人单位还会对女性抱有性别歧视 觉得女性结婚生育会影响到公司的经济效益 让女性找工作的时候变得更加的不易 母亲因为没有体会过这个时代的艰辛 所以不理解很正常 但如果女儿再意识不到这一点 就说不过去了 所以当母亲再次试图劝您放弃现在的工作时 您一定要想清楚 母亲有没有受他们那个时代思维的限制 自己听了妈妈的话后情况真的就能变好吗 否则盲目听从的话将来您很有可能会后悔 接着我们来说第二点 母亲以为女儿嫁个好人家就行了 如果女儿在大城市混得好 母亲会感到欣慰 但如果不怎么样的话 她就有可能唠叨 回来吧 女人没必要那么拼命的 只要能嫁个好人家就行了 但事实真的如母亲说的那样吗 看看您身边的女性朋友 有几个是婚后能够在家安心当个家庭主妇的呢 恰恰相反 很多人结了婚以后反倒更累了 既要忙于工作又要照顾家庭 真要辞职在家相夫教子 在房价物价飞速上涨的今天 光凭老公一个人的能力能够养活一大家子吗 除非他是个富二代吧 往更坏的方面想 万一老公失业了怎么办 万一他生病了呢 一家人又该如何维持生计呢 有句话说的很好 女人一定要有自己的事业 可以是很成功的事业 也可以是很普通的职业 甚至没有特别体面的职业 但你有您的爱好朋友 这样才可能避免您将自己的感情孤注一掷 一天到晚围着老公孩子转 买菜都要向对方伸手要钱 这样的日子恐怕没有几个女孩是愿意的 而且万一感情不合离婚了呢 您靠什么养活自己呢 所以作者告诉您不要盲目的全听妈妈的话 与其找一个能守护自己的白马王子 不如拥有一份稳定的事业 这样呢才能降低您的人生风险 最后我们来说一说第三点 母亲认为女儿没有工作能力 在这个大学生一抓一大把的今天 很难有谁一参加工作就能够顺风顺水 衣食无忧 但母亲却不清楚这种情况 如果女儿工作得很辛苦 工资也不高 母亲可能会认为女儿的能力达不到公司的要求 于是要求女儿回来或换一家公司 如果女儿有自主能力 能够认清母亲思维的局限 一般呢会拒绝母亲的建议和安排 但如果女儿没有自我主见 全面接受母亲的思想 就有可能产生自我怀疑 放弃光明的前途 严重的话呢 还会导致女儿的性格懦弱 一生都不自信 今后遇到了什么事 也会觉得自己没有能力解决 而作者提醒您 不管母亲再怎么否定您 您都要明白 母亲只是不了解进入社会以后的您 因为她根本没有见过您工作的样子 她不知道您十分钟就能做出一个PPT 也没有见过您是怎样将合作方拿下的 她不知道您的事业正在慢慢的起色 只知道您的职位低 工资又不多 过年面对亲戚朋友的时候 都没有办法抬起头 所以假如母亲说您不行 您就要先仔细的想一想 她的看法是不是正确的 如果不确定 不妨问一问身边的领导或者是同事 毕竟他们每天跟您一起工作 更了解您的工作能力 其实哪怕您的工资不高 公司也很普通 只要您挣到了工资 就是对自己自身能力的一种证明 作者告诉您 即使连母亲都不看好您 您也一定要对自己有自信 您只要能踏踏实实的工作 领导和同事一定能够感受到您的认真 毕竟没有谁一开始就做的出色 能力也是被不断的磨练出来的 好了 以上就是本书的第二个重点 母亲的干涉 与其辛苦的工作 不如早点回家 结婚生子 下面来为您说一说最后一个重点 将母亲解雇 让自己变得独立 让母亲重获自由 母亲最伟大的事业 就是将子女抚养长大 可正是因为如此 您才应该把母亲辞退 还给她人生自由 如果您一直赖在母亲身边不走 就意味着她的事业是失败的 所以如果您已经是个成年女性 那在踏出大学校门的时候 也该心怀感恩的从母亲身边毕业了 但想要让母亲放手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 这就需要您和您的母亲共同做出改变 首先对女儿来说 是时候以爱的名义解雇母亲了 还记得我们小时候念过的一篇课文吗 小鸭说 妈妈 您带我去游泳好吗 妈妈说 小西的水不深 自己去游吧 过了几天 小鸭学会了游泳 小鹰说 妈妈 我想去山那边看看 您带我去好吗 妈妈说 山那边的风景很美 自己去看吧 过了几天 小鹰学会了飞翔 您看 小鸭和小鹰的妈妈 都是狠心的将孩子放手 只有这样 他们的孩子才能够自立自强 所谓母爱都是同样伟大的 所以啊 就算母亲说了伤害您的话 不认为您有独立生活的能力 但在内心深处 他还是希望您能够独立的生活 寻找到自己的另一半 而不是永远的留在他的身边 可能您还是有种使命感 觉得妈妈好不容易把我养大 我如果就这么嫁人了 实在太不孝了 但作者告诉您 结婚本来就是一件很自然的事情 难道为了妈妈 您就要一直老在家里吗 当然 母女间的分离 谁都不想体会 但是如果不迈出这一步 您就永远无法获得自立 母亲呢也就永远不能放心 虽然他也舍不得让您出嫁 但是能够看到您结婚幸福的样子 还是会更开心的 说句伤人的话 结了婚以后 您的优先对象就不再是母亲了 如果母亲在您的生活里 依然占的比重太大 总有一天要出问题的 比如 结了婚以后 您今天把妈妈接家里来住两天 过几天又给妈妈送去一些钱 这让伴侣怎么想呢 您有没有考虑过她的感受呢 作者提醒您 即便是自己的母亲 您的付出也应该有所限制 打个比方 母亲今天生病了 需要一大笔医药费开销 如果您没有能力支付 就不要硬揽这件事 到处去借钱 正确的做法应该是和其他的姐妹 或者是亲戚商量对策 如果母亲没有要求您做什么 您也不要总想着能为她做点什么 而是在她需要您的时候去履行女儿的职责 要知道您已经结婚了 经营好您和您伴侣的婚姻 才是最重要的事情 记住作者的一句话 结了婚以后 就意味着您有了比母亲更重要的人 千万不要本末倒置 作者建议您不妨从结婚的那天起 就用爱的名义给母亲递上一纸解雇通知书 感谢母亲一直以来的照顾 只是接下来您要靠自己的力量去努力生活了 不要觉得这样做很残忍 恰恰相反 您主动为母亲卸下了肩上的重担 还给了她人生的自由 让她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去享受自己的生活 要知道 母亲最希望看到的是您能够幸福 所以您给母亲最好的报答 就是离开她以后依然可以很好的生活 其次对母亲来说 是时候放手已经长大的女儿了 所有的母亲也都是从女孩走过来的 所以不妨想一想 当自己还是女儿的时候 是不是也很烦妈妈的唠叨 觉得跟妈妈之间有代沟呢 那么自己做了妈妈以后 怎么反倒忽视了这一点呢 只要回想一下当年的自己 母亲也或多或少能理解女儿的苦衷 就是翻翻报纸 看看电视 相信母亲也能够明白 如今这个时代早就不一样了 现在的女性为了养活自己 也要像男性一样出去应聘 参与竞争 但这并不意味着她们就是女汉子 其实她们又何尝不想有个男朋友 被关心 被宠爱 只是还没有遇到合适的罢了 现在的社会压力这么大 她们也会有很多不开心的事情 只是不愿意向母亲表露 让母亲担心 而在面对外人的时候 也要会装作一副阳光自信的样子 所有的苦果只能往肚子里吞 等回到了家里 她们也只是希望能够吃上一顿母亲做的饭 而不是还要承受母亲无休无止的唠里唠叨 所以作者也提醒所有的母亲们 不要总是追问女儿为什么还没有对象 为什么总是拼命工作却没有空回家 其实女儿又何尝不想找个肩膀靠一靠呢 又怎么会不想家呢 不想跟妈妈坐在一起唠唠家常呢 只是缘分没到 她不想随便找个人将就凑合 至于工作呢 也是迫于无奈 由不得她想回就回 当然我们也能够理解当妈的一片苦心 女儿从小到大没少操心 可总有一天 女儿终究是要离开妈妈的 如果母亲总是担忧 万一有一天我不在了怎么办 那就对女儿太不信任了 您想她已经长大成人 怎么会没有独立生活的能力呢 而如果母亲还把女儿护在自己的臂膀下 那她才真的是永远无法自立和成长呢 每个人的生命都会遭遇一些坎坷 这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 所以母亲只有像鹰妈妈那样 放孩子去自由飞翔 让她经历一些人情世故 这样她才能够被魔力的更加强大 好了 说到这里呢 我们今天聊的内容就差不多了 让我们来回顾一下今天我们所说的要点 首先我们讲到了母亲的诅咒 不听妈妈的话 女儿就无法获得幸福的爱情 其实呢 母亲的诅咒也只是个把戏 她利用了女儿的罪恶感和恐惧心理 让女儿乖乖听话 虽然母亲的初衷是好的 但是也给女儿造成了很多负面影响 让女儿变得焦虑 没有自信 容易被坏男人蛊惑 而女儿要做的就是拿回自己的恋爱主动权 像对待朋友或者是领导那样 客气的跟妈妈相处 其次我们讲到了母亲的干涉 女儿与其辛苦的工作 不如早点回家结婚生子 母亲之所以会干涉女儿的工作 也是因为不了解现在的工作形势 和怀疑女儿的工作能力 而女儿能做的 就是尽量站在妈妈的立场上理解她 并认清自我 在工作上努力证明自己 最后我们讲到了女儿解雇母亲 让自己变得独立 让母亲重获自由 想要维持亲密的母女关系 女儿就要用爱的名义 跟母亲分手 自力更生 找到人生的另一半 而母亲呢 也是时候该对女儿松手 只有让女儿去经历雨雪风霜 她才能变得更加的自立自强 好了 以上呢 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总结 恭喜您又听完了一本书 想要每天听本书 请搜索微信公众号 探书 探是探索的探 关注探书FM 我们不见不散 感谢观看 请搜索微信公众号